各位早晨,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之後回答大家的提問。 提問的時候,請每位記者提出不多於兩個問題,先將時間交給特首。 早晨,大家好。下星期,香港將會舉行2024年度區內第一項,金融和商界城市。 這個是第十七屆亞洲金融論壇,由香港特區政府聯同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 日期是下星期的三至四,即是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號。 今屆論壇是全面復償之後,首次再度以全實體的形式舉行。 預計將會有超過三千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金融和商界精英參與。 當中有各國的財金官員、央行和監管機構的代表、商界的領袖等等。 目前近七十個內地和海外的商貿團已經確認出席,包括東南亞、日韓、中東、澳洲以及歐美等地區。 反映香港舉辦今次論壇的吸引力。 今次論壇以多邊合作同譜新編為主題,配合國家推動全球發展互利共贏的倡議。 推動各方攜手協作,探討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共同探索多邊合作的機遇。 專題演講的嘉賓包括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Professor Douglas Diamond, 以及世界知名經濟學家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Professor Jeffrey Sass。 參與會議的有來自亞洲、非洲、歐洲多國的財政部長或者副部長, 多個國際金融和多邊組織高層的管理人員等等。 他們將會在香港這個平台向全球的金融界分享他們的見解。 今次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來自中東和東盟地區的演講嘉賓。 反應是踴躍,人數增加大約三倍,充分展示特區政府致力向這兩個地區推廣香港優勢的成果。 來自中東的演講嘉賓,由以往的一至兩位,增加至今年八位,增加超過三倍。 來自東盟的嘉賓,由以往的五位,增加至今年的十四位,亦都是以往的約三倍。 為期兩日的論壇,將討論多個全球金融界都關注的熱點議題。 例如中國機遇,投資前景,綠色金融,金融科技,家族辦公室的生態,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大灣區的發展等等。 這些議題,正正是從多角度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縱而面對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香港仍然根基穩固,銀性十足。 去年頭十一個月,香港的總存款額達到約十六萬億港元,按年是增加百分之四點一。 全年的總存款預計是增長估計是超過百分之五。 去年全年約二千五百億港元資金,經南向通流入香港的股票市場。 可見資金繼續處於淨流入的狀態。 特區政府也會把握機會推廣會議經濟、城市經濟。 利用今次亞洲金融論壇和多間機構合作,安排會議以外的活動。 包括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坐傳統的帆船,暢遊圍港。 乘開逢觀光巴士,到多區的食市餐飲和本地的旅遊景點。 到蘭桂方,感受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參加馬拉松和道想團等等。 除了令參加論壇的嘉賓,更加感受到賓至於歸。 體會香港的熱鬧、購物和消費之外。 更加感受到香港的自由、活力和多姿多彩。 回到他們的國家和地區之後,樹好香港股市。 藉此推廣會議經濟、城市經濟。 為了加深與會人士認識香港穩健的金融體系。 大會亦都會安排他們去參觀金管局和港交所等等。 展望2024年,香港還會舉行一系列的大型國際金融活動。 例如,和家族辦公室息息相關的第二屆, 預責香港高峰論壇。 東亞保險會議。 金融科技州以及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等等。 聯繫國際金融界。 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政府會全力推動和舉辦國際會議。 加上其他體育、文化等大型城市。 推廣香港的城市經濟。 振興零售、飲食、旅遊。 和娛樂等消費和經濟活動。 發揮城市效益。 加強發展機遇。 激發消費動力。 多謝大家。 接下來是今早的提問時間。 有意提問的記者請舉手示意。 喻到你之後請先例介紹你來自哪一間傳媒機構。 每位提問不多於兩題。 先請右手邊前排第一位藍記者。 早安。 特首TVB的提問。 想問之前提過, 在農曆新年之前, 有可能可以增加一些24小時開放的口岸。 想問進展如何呢? 另外就是在深圳居民恢復一簽多行。 以及增加接行城市方面。 中央和內地方面的取態是怎樣呢? 第二就是關於23條立法方面, 其實什麼時候會展開諮詢呢? 大約諮詢期是多久呢? 謝謝。 我們很積極地和內地的單位去討論。 特別是一些我們相信會吸引到很多旅客往返的一些日子。 大家去考慮如何開通更多的24小時的通關口岸。 又或者延長有某些口岸的一些運作時間。 我們也在研究自己香港, 譬如是一些鐵路。 我們延長它的服務時間。 去配合內地一些通關時間的延長。 怎樣可以去幫助兩地的旅客、遊客呢? 在一些大型的日子更加方便。 他們在過關裡面的安排。 我們的進展是順利的。 我們與內地的有關單位探討和考慮方案的時候, 大家的態度都是積極的。 我們一達到有一個真真細節安排, 就會向大家公佈。 我們非常重視兩地的融合。 特別是我們知道現在, 無論香港的居民也好, 內地的居民也好, 會是很活躍地往返兩地的。 這也是我們多年去推動融合。 以確現在, 我們在高度兩地人民交流裡面, 多年作出努力的成果。 這也是一個常態。 所謂政府的政策, 必然是向這些, 我們認為的長期現象, 會做好我們的配套工作。 而我也向大家公佈, 在無論我們任何的大型活動舉行的時候, 又或者我們評估通關的需求是大的日子, 我們都會由政務司司長去統籌一個通關的安排, 以及管理的細節。 當我們有這些安排落實了, 必然會公佈讓大家知道。 至於如何增加多些旅客, 特別在內地來香港, 政府是不斷努力的。 不同的方案我們都考慮。 當然坊間現在提出很多意見, 包括一簽多行, 又或者我們增加一些幹油的城市等等。 政府在這方面, 不斷和內地的相關單位, 可以探討可行性和實際操作。 當我們有任何的結果, 我們都會向外公佈。 但我個人都希望盡快, 我們可以和內地的單位, 在這方面有些大家達到的共識。 第三, 二十三條立法, 我覺得是當我們的部門準備好, 就越快進行立法工作, 越好。 第一, 大家經歷過國家安全, 在這方面, 受威脅, 而面對的不同風險, 以及面對的不同傷害, 尤其在2019年的, 港版顏色革命, 黑暴帶來的傷害, 大家是非常理解,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國家安全, 如果受到威脅, 所帶來給香港的傷痛, 是多麼令我們難以承受。 所以在這方面的共識是強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認為當我們的部門, 在整體的方案準備好, 就應該盡早開展我們的立法工作。 其中我們非常重視的是, 外國的一些做法, 以及他們的法律條文。 因為很多在外國的一些法律條文, 既然都在運作, 亦都是國際接受的。 那我們就應該審視一下。 每個國家, 他考慮的國家安全風險, 都是非常充分, 以及是前瞻性的。 我們怎樣可以確保, 我們的23條落法, 是有前瞻性, 有靈活性, 可以去應對千變萬化, 甚至我們現在, 未必一定會想像到的一些新手法。 畢竟科技是日生如意。 所以我們是會充分參考, 外國的經驗和法律。 當我們的部門一準備好, 我覺得盡快立法是應該的。 我們會以最有效的方式, 去做我們的立法工作。 我們當然是會充分聽意見的。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整個方案裏, 提出特區的想法。 以及特區覺得, 大家應該去考慮參考的一些, 其他國家的做法。 有些國家, 他們的法律還是很近期而定立的。 這個必然是更加有前瞻性, 還有有效性的。 下一位提問的記者, 請左手邊前排的女記者。 會發聲繼續思考? number two, 還有有問題。 多數個問題。 RTHK, 先問我們, 這個問題。 先問回來, 你和你的想法是要有哪些設施要的。 是否可以看待在新年代? 還好。 香港能有了下方的, 能把这个達交通通決定? and accommodation will this lead to parallel trading problems agai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solid waste charging scheme so it's coming into effect from April so what steps is the government taking to ensure that all walks of life in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adapt to this are we on track to put this in place in April thank you Hong Kong after it has resumed normal travel wit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of a big interest I think to everybody particularly when we talk about our economic growth tourism is always a big propor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 fact the figur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are showing very positive growth but of course there's a capacity constraint as you have described and we are I think effectively and progressing well to regain that capacity and I think that happens to different cities as well so we are better we are doing better in some area but we need to work harder also in some area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or visitors from the mainland of course there are various measures that we are considering but all these measures need negoti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ourse we want all these things to be decided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equally we will have to in some way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views and also the ideas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mainland but there is a I think positive common areas that we have we have share both in trying to have some decisions made as early as possible because we think that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works best for both sides so we will definitely work h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I'm receiving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departments we have been talking with but of course some details need to be ironed out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get some decision made ASAP so that we can tell everybody and of course in the course of doing so we have to ensure that things happen orderly and things will be under control we used to have a problem of parallel trading but things also have changed we will look at all potential threats and risks that any new measures we take that we will have to bear in mind to see how we will mitigate and control them but I think the right attitude to take is not to be averse to all these challenges we have to find ways to address and control them and also the spending habits and the market situation have changed very much over the years online shopping availability of a lot of products in the mainland and also Hong Kong's how we position ourselves as a shopping paradise all these need to be examined so that we will plan our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subsequent a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the new normals and all these will need to be worked out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will do its best to think of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but equally important is that all players in the market whether it'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retail business in the catering in also the service industries all of us need to work hard to think of new ways to not just to ensure that we attract a lot of people to come to Hong Kong but ensure that they have good experiences so how our services, our attractions and our way of ensuring that people do come to your shops to spend and how to ensure that their experiences are good so that they will go back and tell people around them that Hong Kong is the place to come so all these, the government will work h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I hope players in the market in all these industries will also be as innovative as they always have been to ensur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handle well all these new normals in regard to solid waste charging I have of course heard a lot about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in industries and of course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so I have asked the Secretary fo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to ensure that the action plan has its details worked out and clearly explained to all relevant parties whether it is in the management estate management sector in the catering sector in housing sector and 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need to buy all these charging bags so all these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clearly explained spelled out and easily available to everybody so they will work harder on holding seminars doing press conferences explaining whenever they can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also to work out good Q&As so that people can easily understand what their roles will b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re and how things will work out when all these things are rolled out this charging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 change human behavior and we know it is full of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when all these new behavior needs to be in some way be carried out by everybody in the whole of Hong Kong it is a cultural change as well so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for everybody to take note and I trust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have a better environment to live in to have a greener environment to live in and this charging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a lot of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advanced cities for example in a lot of countries around us the solid waste has been reduced significantly as a result of this new charging policy I think it is for everybody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explain very clearly and very repetitively all the things that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peopl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need to know about so I think a big campaign has to be launch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Bureau and of course government as a whole will be taking part in the whole launching of this campaign we will be hearing different views and suggestions a lot of which actually arise because they may not have really understand very clearly the whole game plan so yes Secretary fo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will be doing a lot of work in this area and we will also be talking to different sectors including district councils including care teams including people in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because we want people in all 18 districts to be able to know their roles their legal duties and how they work out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we eventually will have this charging new policy being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hopefully we will take a look at the we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in the next question please 記者,謝謝 特首長,星島入報 首先,想延續英文,就是講垃圾徵費 你剛才就說要求環境局做多些宣傳 希望開多些記者會,令市民知道 因為之前環境局都交代過 做了幾千次不同的廣告 又有燈箱,又有橫額 你評估要再做多少記者會 再做多少懶人包 才能夠令市民真的有認知呢 好像舉例近來講,包不包底 管公司,現在有個彈性 就是他們可以 我們沒有建議他們的做法 不過,如果你用這樣的垃圾 沒有用指定袋 我們的收集商就不會收 這是彈性,還是環境局沒有負負責任 將來可能會引起混亂呢? 第二,就是23條 現在交給立法會的立法建議 唯獨23條就是上半年或下半年 是不是有什麼困難,令到他未必能夠 講及在上半年裡 去提交一個新的法案 去給立法會呢? 那那個困難之處在哪裡呢? 麻煩你 對於垃圾收費的新政策 我聽到不同的意見 我們必須要將第一,在垃圾收費裡的周圍細節 很清楚地寫出來,告訴大家 這是第一點 第二,在我們的教育、講解、宣傳工作 是不斷做 大量做 持續做 我相信 這個將會在我們今年裡 會是不斷努力 去讓大家知道的一個重要的工程 這方面 我相信在推行的時候 都會有不時一些 大家未必想到的新問題會出現 所以我是要求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在這方面 將我們整個執行細節 很清晰地令市民知道 而且是要不斷用講座 用記者招待會 用宣傳工具 用不同可以用的場合 也都請各方面 涉及的持份者 包括業界 包括物業管理公司 飲食界等等 都共同 第一,要他們自己清晰 兼且去講解給所有人 真真正正的 每個人的角色和法律責任 運作是怎樣 而我相信很多的一些資訊 都要簡潔、鮮明 而且入到民心、入到家裡 用一些市民的語言 讓大家知道 當然因為是一個新的政策 而亦都會受到影響 每個人面對的情況都不一樣 必然是有很多想更加了解的地方 所以政府會和環境及生態局 共同推動整個固體廢物 收費這個政策 所以是會不斷做 努力做 延續地做 用簡潔清晰的語言 亦都應該多用社交媒體 和謀並謀 讓大家知道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 我認為是越早做越好 當然 一定要有關的部門 他將我們的方案 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推出 在準備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必然要充分考慮 令我們推出的方案 是有前瞻性 和可以處理千變萬化 窮出不窮 層出不窮 很可能因為科技 或者其他新手法 而帶來不同風險 我們亦都要充分考慮 外國的現有做法 或者一些新的法例 因為越新的法例 亦都同樣 好像可能我們已經在考慮 這些新的做法、新的法律 是有足夠的前瞻性 以及足夠去抵禦到 可能是現在未必估計到的一些手法 但是能夠靈活地處理到不同的風險 那麼這個問題當然 在現在我們的理解 就是社會的共識 去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是強烈的 因為我們都經過了 2019年的港版顏色革命 亦都經歷過 當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出現 可以香港 甚至每一個市民 所受到的難以忍受 以及大家覺得是慘痛的經歷 大家都認為 必然是要有一個 有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以及執行機制 去確保這些風險 不再發生在香港 所以訊息和整體的意識是強烈的 所以這次我們在做我們的方案 我們希望用最有效的方式 去進行我們的立法工作 亦都 我的整體態度很清晰 愈早立法是愈好的 愈早將立法過程完成 是愈好的 因為 因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每天都存在 而且 國際形勢千變萬化 敵對的一些勢力 亦都仍然 是虎視眈眈的 所以 愈早完成立法 即是說 我們愈早 免除這方面的威脅 免除這方面的威脅 最大的得意是什麼 是所有市民 所有的營商環境 因為國家安全 就確保到我們 整體的香港安全 安全的環境 才是一個投資的環境 才是一個安居內地的環境 所以 愈早完成立法的工作 是愈好的 多謝大家 今早的提問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